中国新冠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 作为全球重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和富士康在大陆单体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的生产生活情况备受关注 春节前夕 中心社记者就此进入了实地探访 记者在富士康郑州科技园一生产车间看到 一排排生产流水线 马力全开 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动作自然显熟 目前我们的生产一直持峰值状态 每天到港里有98以上 每个班次有2000人左右 目前我们的生产很顺畅 到达KF的需求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KF的任务 到达KF的目标 记者又来到灯塔工厂智能车间 那里同样生产繁忙 机器人不停地在来回装料 据工作人员介绍 2021年 郑州厂区入选世界经济论坛 灯塔工厂名单 灯塔工厂代表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 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 在做手机主板的这个制程里边的话呢 从商量到生产一直到出货 那这个过程的话已经实现了全自动 目前呢我们的生产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已经100%的运行 那为了满足客人的一个生产 我们甚至在春节期间的话呢 也仅仅是休息两天时间 同比以前在我们郑州科技园全体员工的坚韧与努力下 以及各级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 我们取得了季节性的高峰 我们目前地南充足 人力已经达到了20万人 为了满足生产的需求 我们采取日夜班工作的方式 其中我们每天的进口和出口货车的数量 超过了每天2000辆 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整个园局呈现了一片心心上容 日热闹闹的一个生产的状态 午餐时间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的K15餐厅 员工们正在用餐 除了各式各样菜品外 还有许多地方特色小吃等 拌菜非常丰盛 种类也很多 价格也非常实惠 味道也非常好吃 我打算回家过年 过完年第一时间就会来到厂里 厂里为我们发了6000万年的大礼包 还有一些干果十年礼物 据悉 在节日娱乐方面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在了解员工需求的基础上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线下及线上活动 如欢喜游园 趣味运动会 包脚子比赛等 同时 郑州航空港区也将保障该园区周边电影院 网吧 KTV等娱乐场所春节期间的正常运营 让员工文化生活更加多彩 我们给予员工除了工资以外 7000块钱的持续性服务奖金 同时也给他6000元的春节的大礼包 我们为了丰富员工的生活生产的状况 我们目前整个园区 还有我们深河区都张力摘彩 布置了很多春节的元素 让员工能够感觉到春的气息 春节的热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